好 決戰大台中 那麼接下來台中這場的選舉 恐怕也是那個3萬票之間的輸贏嗎 這緊繃的程序 這程度讓現在馬上9月底開始到11月 民進黨跟國民黨的黨慶 說都要遺失到中台灣去 明顯去又怎樣 平常沒照顧 開個黨慶要選舉前就來一下 不這是一個宣示效果嘛 就是說要決戰中台灣 那甚至包括胡志強的三海團的競選總部 就是台中原本台中縣的競選總部 這禮拜天也要成立嘛 那包括馬英九啊 還有江一話這些大頭都會去嘛 那這些大頭當然只是戰場啦 最主要的是在於在地的整合嘛 那其實包括廖廖儀啊 還有黑派的嚴親標 甚至紅派的林敏林 他們現在的總幹事叫李耀群 就是林敏林的人嘛 所以地方派系胡志強這一塊 至少台中縣都沒問題了 現在黨內的國民黨內部的民調 大概是落後到3%到5%之間啦 整個趨勢 胡志強老胡整個真的是有在往上 那林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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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是略為下滑了 可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到 黃金交叉 還沒有到交叉 他們是設定希望在投票前一天交叉過去啦 那能不能交叉了過去這一部分當然還需要努力嘛 那胡志強在台中市就台中市區這一塊就是空氣票比較居多的這一塊還是落後 因为BRT这一块 还有他的市政建设 还有音乐厅这一块 并没有争取到太多的支持 这一块还是需要 要去连结他的政绩跟选票 还是无法连结起来 这一部分还是有待努力 不过这个已经当了四年 那政绩到底是什么 市民非常的清楚 所以刚刚人民先讲 无法连结 这无法连结 前面那四年的成绩 但交不出来 那要怎么办 那么现在靠派系来整合 就能够赢吗 所以实际组织战是 国民党很强的地方 但是不要忽略 我们刚刚讲 虽然说林佳龙在这里耕耘十年 大部分在台中市区 但是其实他毕竟是在地 有留下来在这里 这也是真的是一个 不容小觑的一个挑战 我觉得胡志祥 开始翻了战略之后 叫犹豫不决 犹豫不决 现在开始资源整合 当然台中县刚刚说 红灰棒整合完成 台中市这些空气票 要的就是又是那种感觉 所以他现在 其实他有个策略就是 我现在把资源放下去 包括BRT 包括什么割据院 包括那种 所以明显讲一个重点 他现在连结不起来 可是平常他的经营不够 过去有政绩的许多人 选举都不见得看 像刚刚看到丘吉尔带领英国 走下赢二次大战 结果还是后来选输 阿扁是执政很好 后来选输 更何况政绩不明显的胡志强 所以这个政绩票 能不能换化成选票